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小朋友们在线上一起纪念主耶稣的受难 我们先一起祷告 祷告就是跟天父上帝说话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派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不必受罚 现在我们要敬拜你 祈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专心 孩子祷告 侍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小朋友 让我们齐身赞美伟大的天父上帝 因为世界上的万物 还有你和我 都是他造的 一伞一伞一伞两斤斤 满天 满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天上放光明 哈香是多小眼睛 一伞一伞 人静静 万物都要找美你 这是天父 伟大地创造 西树海洋 全都树日桃 我手造多么奇妙可谓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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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日晚都要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这是天父 伟大地创造 西树海洋 全都树日桃 这是天父 伟大地创造 西树海洋 全都是他 我手造多么奇妙可谓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的 feminine islands 哈利路亚 我们纳粘亚 哈利路亚 我日晚无奇想赞美你 Firefox 鲜车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请小朋友打开圣经 新约圣经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这是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如果你没有圣经 你可以看着荧幕上的经文 开口和江老师一起念这一节经文 准备好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我们再念一遍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第九节 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 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代替罪人 钉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也告诉我们 只要你承认耶稣是救主 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你就必得救 这时候 我们要一起为着 COVID-19的疫情祷告 求天父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 好 我们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医治有COVID-19的病人 让他们康复回家 但是也有很多人去世了 求主安慰他们的家人 不要让他们太过伤心 你是掌管一切的神 祈求你让疫情快点过去 让我们可以过自由的生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OCBC支援徐志成 在3月8日确诊 感染冠状病毒 在医院住了19天 出院后 他说在ICU的时候 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 见不到太太和儿子 他甚至怕到一个地步 就是乱把身上插着的管子 结果 护士要把他的双手 绑在床上 让他动也不能动 许志成形容 他在ICU的那段时期 是人生最艰难时期 我们可以想象 看不到家人 还是想到自己会去世 这些都是让人感到很害怕的 小朋友 什么是让你感到害怕呢 是不是黑暗 考试 还是打针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吗 偷钱 考试的时候偷看 你的心是不是跳得很快 偷偷玩手机呢 很担心爸爸突然出现 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里会紧张 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做不对的事 圣经告诉我们 不对的事 就是罪 江老师也有做过不对的事 我记得小时候 妈妈叫我帮忙做家务 我就发脾气 不想帮忙 这就是罪 圣经说 罪的后果就是死 现在 很多感染COVID-19的人死了 因为医生还找不到解药 但是 我们的罪 耶稣却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解药 我们都是该死的罪人 但是耶稣愿意代替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宝血 可以洗尽我们的罪 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解药 钉十字架 是很痛 也是让人感到害怕的 难道 耶稣不怕吗 他怕 但是他爱我们 愿意为我们忍受一切的痛苦 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 他的门徒犹大 以轻嘴作为暗号 告诉纪师长 这是他们要捉的人 耶稣被自己的学生出卖 他的心就像被刀刺一样的痛 那时已经是半夜了 但是冰丁还是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家 他们要审问耶稣 在那里 祭司长和文士做假卷证 控告耶稣 目的就是要让耶稣死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死罪 最后 大祭司盖亚法问耶稣 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回答 你说的是 大祭司和其他的人都觉得耶稣太不尊重上帝了 竟然敢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就这样 他们都觉得耶稣是该死的 小朋友 你曾被人淹忘吗 心里好受吗 耶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说谎 他们却淹忘他 他的心肯定不好受 犹太人想要耶稣死 但是 他们没有权利判耶稣死刑 只有当时的政府 就是罗马人有权利 于是 他们就把耶稣带到罗马关长 比拉多那里 但是 比拉多问了又问 还是没有办法查出耶稣有什么死罪 比拉多本来想要释放耶稣 但是 他怕得罪犹太人 当犹太人大声高喊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在压力下 在压力下 比拉多终于下盼 钉耶稣十字架 接下来 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中 他要说更多更大的苦 耶稣先被鞭打四十下 鞭子带着刺 每一次的鞭打 都让耶稣身上的皮裂开 血也流出来 鞭打过后 兵丁们拿紫色的袍给他穿上 还让他戴上经济冠冕 经济的刺 把耶稣的头刺得流出了血 兵丁们大声说 犹太人的王万岁 说完 一个兵丁又用手掌 打了耶稣一巴掌 小朋友 你有感觉到痛吗 也许没有 因为痛是在耶稣的脸上 兵丁还向耶稣吐口水 向他下拜 戏弄他 被审问 被鞭打 又被戏弄了一个晚上 这时 耶稣已经是又累 又痛 这时候 他还要扛起重重的十字架 走到各个他 各个他 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长长的钉子穿过耶稣的手和脚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时 这时 耶稣有什么感受 非常的痛 在耶稣的左右两边 还有两个强盗 一起被钉十字架 祭师长和文士也嘲笑耶稣 他救了别人 却救不了自己 以色列的王 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我们就信你 其中一个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 也讥笑耶稣 你不是基督吗 救你自己和我们呀 耶稣是因为爱而受十字架的苦 但是 人们还嘲笑他 耶稣心里好受吗 他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当然可以 但是 耶稣选择忍耐到底 为的是要救他所爱的你和我 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到了下午三点左右 耶稣大声呼喊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天父上帝离开耶稣 不管耶稣了 有多可怕呢 过去有一个批多的学生 得到COVID-19 他要到医院隔离医治 妈妈可以陪着他吗 爸爸呢 都不行 孩子要和爸爸妈妈分开 他会觉得爸爸妈妈不管他了 心里一定很害怕 耶稣没有犯罪 他是代替江老师发脾气的罪 还有你说谎 打架 不听话的罪 圣派的上帝 不能和有罪的耶稣在一起 这的确让耶稣感到害怕 耶稣说完最后一句话 就断气了 就在那时候 圣殿里的曼子 从上到下裂开成两半 一个兵士看见耶稣死了 就说 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死后 有几个人把他埋葬了 耶稣没有永远留在坟墓里面 第三天 耶稣复活了 坟墓是空的 小朋友 圣经说 如果你口里认耶稣是救主 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你就必得救 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 可以跟着江老师祷告 我再说 愿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 可以跟着江老师祷告 我说一句 你跟着说一句 我们开始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我相信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第三天复活 现在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刚才有跟着江老师祷告的小朋友 恭喜你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江老师 请你扫描 画面上的二维码 去做栽培课程 帮助你知道自己相信耶稣后 应该做的几件事 现在 江老师要问几道问题 让小朋友们复习所听的故事 准备好了吗 好 请听问题 一 判耶稣死刑的罗马官员 叫什么名字 二 耶稣被带刺的鞭子 打了几下 三 耶稣在哪里盯十字架 四 什么是罪 你曾经做过什么不对的事 五 耶稣怎么样信你的罪 小朋友可以把答案告诉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主日学老师 如果你回答正确 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奖励你的 你的老师也会准备小礼物 等COVID-19过去后送给你 如果你没有上主日学 你就把答案告诉江老师 请打手机号码 9637-9251 我再重复一次 9637-9251 如果你答对问题 江老师同样会送你一份小礼物 相信耶稣的小朋友 主耶稣的宝学 已经洗尽你的罪 他也赐给你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一起高声唱 我已得自由 我已得自由 基睿不意地宝学 基睿不意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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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得自由 基睿不意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而年轻轻的宝学 我身高 我身高 和天经经来炒 这真是一天天赋他已经爱我 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 拆开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 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 我生高我生高我予的自由 基督不一时大能要赐给我生命 我生高我生高我予的自由 基督不一时大能要赐给我能力 满天一起赛造就速度可以照耀 我生高我生高在基督里我自由 定罪已过去 空高已过去 净土地保险 带路难地 罪已的善恋 总是一国都别生气 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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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不一时大能要赐给我生命 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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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束今天的敬拜之前 让我们再一次祷告 跟天父说话 请小朋友合上眼睛 合上双手 专心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这么爱我 为我钉死十字架 我愿意相信你 并永远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的敬拜就在这里结束 小朋友们 复活节 我们在线上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